好 下面我们来看下支点 固定资产的后续支出三颗席 前面说过了后续支出是这两年考试的热点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 那么第一个我们先来看原则 符合固定资产确认条件的 应当资本化进入到固定资产成本 但是一定要注意 被替换的账面价值应该扣除掉 什么是账面价值 这个账面价值应该是固定资产的原值或原价 减掉以提的折旧额 还应该减掉什么 以提的减值准备 减值准备要扣掉 所以原值减折就减掉 减值准备后的金额才叫账面价值 这点要注意一下不是原值 那么再接着看不符合固定资产确认条件的 直接费用化既有当期损益 第一 资本化的后支出 那么固定资发生可资本化的后续支出的时候 应该将固定资的账面价值 先转为再建工程 那么由于进入了再建工程 所以不再属于固定资的范围了 所以折旧不再提了 发生后续支出的时候 应该通过再建工程科目核算 在固定资发生后续支出完工 并且达 看到吗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 那么再从再建工程转固 转为固定资 一旦转为固定资 要重新计算 使用寿命残值和折旧方法 那么这些变更都是属于估计变更 不要追溯去 好 下面看例题 甲公司采用年限平均法 对固定资提折旧 有关资料如下 为遵守国家有关环保法律规定 二年一月三十一日 甲公司对A生产设备 进行填工改造 好 注意当月减少的固定资 要提折旧 所以这一块 一月三十一号 一月份提折旧 提安装环保装置 三月二十五日 新安装的环保装置 达到了预定壳使用状态 发生支出六百万 至一月三十一日 A生产设备的成本是一万八 以提折旧是九千万元 提了一半了 没有提减值 那么A生产设备 预计使用年限是十六年 提了一半了 那么一使用八年 那么上壳使用年限还是八年 题目告诉我们了 那么再接着看 那么安装环保装置后 还可以使用八年 那么环保装置 预计使用年限五年 那么甲公司二年 A生产设备 及环保设备 何在一起 提的折旧是多少 两个 那么这两个 是作为两个固定资 那么提的折旧 合计多少 好 那么注意 一定要注意 分段计算 首先环保装置 按照预计使用年限 五年提折旧 这没问题吧 那么A生产设备 那么A生产设备 按八年提折旧 那么注意之前的 还按以前的 所以来看一下 二年折旧额 分段算吗 A生产设备 改造前的一个月 你还得按一万八 除原来年限 十六年 乘十二分之一个月 这是改造前的 改造后的 改造后的 什么完工的 什么完工的 是 屏幕告诉我们 三月二十五号 三月二十五号 那么前三不考虑 后面几个月 后面九月 好 所以改造后的折旧额 那么怎么算 是原值一万八 减掉以提折 就是九千 一万八减九千 是剩余的账名价值 对吧 除以上可使用年限八年 上可使用年限八年 乘十二分之九 乘十二分之九回 那么九个月 因为是三月 那么前三不考虑 后九个月 这是A的 再看环保 环保装置呢 那么发生的是 支出是六百万 除以五年 除以五年 乘十二分之九回 那么也是九回 那么核在一起 折旧的算出来 所以答案是C 这种题 大家一定要会算 我们注算师 经常会考到 类似于这种题的 好 再接着看 计算分析题 A公司 二十一年十二分 对一个固定 在某一种部件 的电动机 进行更换 那么该固定 在一般年十二分 购入它 那么原值是 六百万元 采用直线法 提折旧 寿命十年 残值为零 二年一月份 重新购置 电动机的价款 四百万 税 可以抵后 款以付 满足资本化 确实条件 好 关键是 被更换部件的原值 这是原值三百万 我们说了 被更换的 那个账面价值 替换的账面价值 要给它减出来 从再建工程减出来 转到哪 因为支出 对吧 把考虑 变价收入 那么要求 变分路 那么一个来吧 低比分路 首先 二十一年十二分 将固定在的账面价值 转为再建工程 所以这道题 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时候改扩建的 二十一年十二分 改扩建 更换 什么买的 什么买 一八年十二分 一八年不提折救 一九年提折救 一九年 二零年 二一年 提了三年折救 所以借累计折救 六百万 除以十年 乘以三 一百万 代固定三六百 插额倒计 说借再建工程 是司法 第二被替换的账面价值 替换的原值 告诉我们三百万 所以三百万 减掉三百万 除以十年 也是乘以三年 账面价值原值减掉 三年折救二百一 借营业外支出 代计再建工程二百一 好 那么第三 更换发生支出 借再建工程四百万 税可以抵扣 借进项税五十二 代银行存款等四百五十二 四 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达到预定壳使用状态 那么借固定存 代再建工程 金额是改造前的账面价值四百二 加上后续支出四百 减掉被替换的账面价值二百一 算出六百一 借固定反代再建工程 五 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假定折救方法不变 还是采用直线法 但寿命变了 由十年变更为八年 注意 预计使用寿命 由十年变更为八年 这要估计变更 好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算折救额 所以二年提的折救额是改造号新的 我们算出六百亿了 从以十年变八年 以八年为基础 这一个吧 减掉三 以提折救三年 以提折救三年 那么乘以十二月变成月数 再减掉三 这个三是改扩建期间 一月至三月三十一日 那么三月三十一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了吧 所以你看这个三啊 八是八年 减掉以过去了三年 变成月 成十二个月 再减掉这个三 改扩建期间 时间缩短了嘛 所以这个三个月要靠掉 括号 整个分母叫做 上可使用的月数 上可使用的月数 再乘九个月 靠九个月 算出96.32 所以这不算 这种算法必须要掌握 经常会考到了 第六 假定该固定散生产产品全部对外销售了 那么问影响当年利润总额的金额多少 影响利润总额的因素 两个因素 第一 是被替换的账面价值转为营业外支出了 那么第二个呢 那么就是那折旧额 那折旧额 那折旧额也影响损益了 虽然借制造费用 但是生产产品都对外卖了 因为制造费用转为生产成本 生产成本完工转为库存商品 库存商品最后转到主营业务成本中去了 所以才影响损益了 所以答案算出306.32 这个题非常常规的一个题目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2020年的考题 蒋公司16年8月20日取得一项固定散 成本是6000万 其中包括一个芯片 其成本是1500万 蒋公司该项固定散 预计是用年限6年 用直线法提得有 残制率5% 到了18年8月10日 18年8月10日 好了 16年8月10日 18年8月10日 两年 好 蒋公司替换该项固定散 原有的芯片 发生支出是2000万 取得 取得旧的芯片的变价收入100 就这个内容 很多学生老师弄不清楚这个东西 变价收入 变价收入 我们前面讲题没变价收入 那我们再看变价收入 一会来说 至于18年 替换芯片后固定资产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并投使用后 预计剩余的使用年限5年 还剩5年 好 那么残制率 看好了 原来是5% 现在变成3% 估计变更 同时原来的折旧方法 原来折旧方法是直线法 原来折旧方法直线法 那么现在变更为什么 变更为双倍余额递减法 这都是估计变更 很好算 好 求19年该项固定资 提的折旧额多少 折旧额多少 好 我们来看答案 答案选择B 那么替换芯片之前 固定资已提的折旧额是 来看一下 那么最早买的时候 6000万 残制率是5% 所以乘以一减掉5% 扣掉净残值 分子上叫应记折旧额 然后除以6年 乘以2 为什么乘以2 提了两年折旧 16年8月 18年8月 对吧 所以提了两年折旧是1900 好 接着看 那么替换芯片之前 固定在账面价值 原值 6000 减掉折旧 1900 算出4100 这是替换前的账面价值 被替换芯片的账面价值 那么账面价值 原值减折旧 替换芯片的这个账面价值是原值 原值很好办 给你了 原值给你了 那么原值的金额呢 我们前面已经买 买的时候告诉我单独了 单独的金额告诉我 1500 其中芯片金额1500 这没问题了 对吧 好 1500减掉折旧额 折旧额多少 折旧1900 对吧 折旧在这儿呢 不1900吗 1900 按比例分配 咱会分配吗 按比例分配啊 所以 这个1900对象 对它分配 那么是原值比原值 6000分母 分子上1500 1500替换的原值 分母上总的原值6000 就会完事了吗 按比例 按原值比例 对1900的折旧分配 所以原值减折旧 算出1025 好 替换的后啊 替换后的账边价值 应该等于替换前的账边价值 是4000 减掉替换的账边价 1025 加上后续支出2000 等于5075 看那变价收有关吗 什么关系的呢 和变价收一点关系都没有 好 那么折旧额看好了 那么新的原值有了 5075 然后改了 第一个 看好了 年限改了 那么年限改成 盛年限改成五年了 折旧方法改成 改成双倍了 所以常以五分账 残值率变了 有关系吗 没关系 最后两年才考虑呢 因为在采用双倍余格递击法的时候 前几年是不好 倒数第一年 倒数第二年 才考虑残值呢 所以常以使用年限分账 算出2030答案 选择币出来了 好 为了再说一下这个题 我们把分路变成了 好的 首先 首先 我们把账面价值 账面价值 转为再建工程 所以借记 再建工 多少钱不知道 借累值 我们前面算出1900了 还记得吧 代记固定散事 6000 差额 借再建工程 4100 第二 替换的账面价值 替换账面价值 我们前面算出来了 是吧 替换账面价值 1025 所以我们现在再看看 往前再看看 那么替换账面价值 1025在这了 1025在这了 所以代记再建工 1025 如果一分钱都没卖 那么直接借一卖支出 不就完了吗 1025吗 对吧 一分钱都没卖 那么借一卖支出 全部走一卖支出就可以了 对吧 但是我收了点钱 收了点要借压存款呗 收了原材料 借原材料呗 那么剩下损失 不就小点吗 损失小点 借一卖支出 有925就完了吗 是吧 好 然后再接着看 又发生支出了 是2000 这2000 刚才告诉我们2000 发生支出2000 那么借债建工程 代价存 最后5075 借固定散 代债建工程 出来了 关键就在这 关键在这 好 这是第一个 资本化后续支出 第二 废用化后续支出 与固定散 有关修理费用 等后续支出 如果不符合固定散 确认条件的 那么这部分内容 一定强 不符合固定散 确认条件的 这部分的后续 总的原则 总原则 那么一般来讲 是费用化支出 到费用化支出 就损益 但是 这句话 要注意 与存货 这句话 应该说哪年加的 是 21年和 2010年加的 记不清了 那么如果与存货 生产和加工相关的 固定资产的修理费 那么 不再既有管理费了 说白了 用中国话来讲 不再既有管理费了 按照 存货成本 确定原则 进行处理 我把一块来说 这句话 那么原来 一直有争议 原来最早的时候 车间的固定散修理费 我再说 车间的固定散修理费 是走制造费用的 一点毛影响 后来改了 车间的固定散修理费 改走管理费用了 改走管理费 现在又变了 又变回去了 但表述方式变了 为什么变回去 因为收入准则修改了 收入准则修改了 所以他就为了满足收入准则 所以这块内容 说白了两件事 那么第一件事 车间的固定散的修理费 还是基于存货成本 走制造费用科目 那么第二 与收入准则相关的 那么就是合同履约成本 当中也有一个修理费 你去查一下吧 合同履约成本当中 也是为生产的 为生产 那么这个内容是进入到 存货成本中的 因为合同履约成本 属于存货类科目 也可以属于存货 因为这自然不代表 立即存货 一般来讲 好 所以这个内容 第一 那么修改过了 第二也考过了 好 之外 企业行政管理部门 专设销售机构 发生的固定散修理费 还是既有管理费 销售费用 这个没有变 那么这个注意一下 那么修改过了 下面看20年的考题 好 那么下面有关固定散 快处理表述中正确的有 A 盘盈的固定散 经批准 既有当期营养外收入 错了 不是既有当期营养外收入 那么是作为重大前期差错 那么调整的是 期初的留存收益 所以这个是不正确的 B 与存货 刚才刚才讲的 与存货相关的车间的固定 在日常修理费 与资本化后 介入存货成本 介入存货成本 那么这个内容 再说一遍 原来呢 原来呢 是介入最早最早 介入到制造费用 后来改成管理费 现在回去了 回去的话 那么这个 那么这个内容 对吗 这个内容 这个内容正确了 车间的固定赞修理费 原来走制造费用 制造费用 那么是既有存货成本 在既有存货成本 正确吗 正确 这个正确 C 与法律要求的原因 那么旅行特定固定赞 气质义务 核电站 气质义务 可能发生支出的 金额变动 而引起的预计负债 增加或减少等等 在固定赞 寿命期内 相应的 这条题增加 增加固定赞成本 这话应该没问题的 这个内容我前面没有说 用这条题来说一下 所以气质费用 有可能会发生变动 是吧 原来我预计气质义务一个亿 现在估计一个亿 不行了 得两个亿了 那么当然要重新计算了 重新计算 必定会增加 预计负债金额 对吧 那么折旧 因为固定赞成本要变了 那么相应的折旧额 都得重新调 都得重新调 好 所以这没问题 第 使用安全生产费用购买的固定赞 每月计题折旧 并相应的充填专项储备 话了吧 我们前面说固定的猎豹 几是零吧 是零吧 所以一次性的提折旧 全额提折旧了 借专项储备 但累计折旧 资产不代表固定赞猎豹 几是零 还记得吧 所以这道题问的是正确的吧 正确的应该选择B颗C B颗C 好 再看19年口题 下列各项 关于固定资产 会计处理表述中 正确的是A 为保持固定赞使用状态 而发生了日常修理之初 应予以资本化 既有固定赞成本 日常修理不是既有固定赞 是废话的 所以A在这儿 显然是错的 应该废话 不既有固定赞成本 这错了 B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在尚未办理竣工决算的固定赞 以暂固的价值为基础 提折旧 第一 应该转于固定赞 第二 提折旧 问题吧 那么竣工决算后 一个能调 一个不能调 原值 可以调 折旧不能调 所以B没问题了 C 为提升性能 进行更新改造的固定赞 那么停止提折旧 那么这个所谓改扩建 改扩建应该把固定赞 账面价值转为再建工程 那么它不属于固定赞 所以不提折旧 正确 第一 签订不可撤交合同 那么你按照低于账面价值的价格 出售固定赞 那么停止提折旧 并按照账面价值 截转固定资产清理 这个正确吗 那么这个看啊 符合技术 只要技术持有代售 符合持有代售条件的话 那么首先应该是干什么 应该是把固定资产的折旧 就别再提了 只要进入持有代售 折旧不能提 第二 进入持有代售以后 应该将那固定赞 账面价值转为持有代售 分路 借记持有代售资产 代记固定赞 而不是转入清理 这个和跟清理一点关系没有 跟清理一点没有关系 所以进入持有代售 折旧不能再提了 那么进入持有代售 分路是借持有代售资产 这个科目 代记固定赞等 什么累计折旧 都得给我冲掉 都得转为持有代售中去 所以D显然不对 所以这道题正确的 只有中间的B和C B和C 好提示个问题 20年上市公司年报 会计监管报告 这个你们可以上网搜一下 每年都有 20年这个监管报告 在21年注算是考中 考了不少 那么你22年 要关注21年 21年我在路客的时候 还没出来 还没出来 我在路客的时候 还没出来 所以你们要注意一下 这个 那么看一下 那么年报分析 发现固定赞 后续支出 处理不恰的 个别上市公司 对本年度 房屋建筑 均维修 维修 那么公司错误的将固定赞 后续支出 就长期待摊费用 就长期待摊费用 而没有对相关支出 进行分析判断 并进入固定赞成本 或进入当期损益 那么进入固定赞成本的房屋 建筑等维护支出 需要单独提折旧 这是 其实就这个内容 我们国家以前 最早这么处理的 这什么意思 我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我原来曾经讲过这种题 所以这个呢 我跟大家说一下 第一 我有个办公大楼 我们企业有办公大楼 这个办公大楼 是我自有的 听到了 是我自有的 是我自己的 然后发生了 装修 重新装修 加固什么之类的 加固什么之类的 那么要注意的问题是 这一类的所有的支出 这一类所有支出 一定要记住 记住固定赞成本 二级科目叫固定赞装修 那换句话来讲 本身是大楼 你在固定赞科目核算 二级科目叫办公楼 比如叫办公楼吧 那么还有一个呢 在装修过程中发生支出 也走固定赞科目 但二级科目叫固定赞装修 那么办公楼单独提折 那个装修 就固定赞成本 那个二级科目叫固定赞装修 也要单独提折旧 单独提折旧 是指的是 从现在开始 到预计下次 重新装修这个期间 要单独提折旧 所以这个内容一定要注意 而不是走长期待单费用 根本就不走长单费 以前我们国家 也没走过长期待单费用 知道吗 那么下次装修之前 如果固定赞二级科目 固定赞装修 如果余额的话 叫替换的账门价值 直接转到预外支出 直接转到预外支出 明白了吗 说这个内容 以前我们国家就有 现在没变 只不准则都没说 准则都没说 以前我们诸创师 叫他写过这东西 第二个 什么走长期待单费用 我再说一下 说这个大楼不是我的 我租来的 可以吗 租来的 不管什么租的 租来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发生的装修支出 发生的装修支出 那么有可能走长期待单费用 有可能走长期待单费用 那么咱们在租赁期间内 单独去探消息 但是一般来讲 不满足使用权 使用权资产的条件 一般可以走长期待单费用 所以 那个咱不管 咱们就先说这个 自由的固定散发生的 装修等等 是单独 确认为固定散的 二级科目 原来叫固定散装修 第一 单独提折救 那大楼 你原来你按50年提折 还按50年 装修我估计 三年后我重新装修 那么你在三年内 我估计十年后我重新装修 你在十年内 必须提折救 这么个意思 这个知道就可以了 好 这是我们讲的 关于固定的后续支出的 有关问题 大家一定要关注 这两件热点 好 再来看下一支点 固定资产的处置 两个心 第一 固定资产终止确认的条件 两个条件 满足之一的 第一 固定资产处于处置状态 什么叫处置状态 我打算卖了 我打算卖了 对吧 打算卖了 打算对外投资了 打算的债务重组出去了 那么第二 之一的 该固定资产预期通过使用 或处置不能再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 既然不能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了 就不满足资产定义了 所以要终止确认 第二 章处理 首先要通过一个固定资清理科目 这个清理科目专门为固定资产打造的 无形资就没有这科目 专门为固定资产打造的 我记得有一次在财务官讲课的时候 专门提过这科目 固定资清理 专门为固定资产打造的 在我们国家 那么在固定资出售 转让 报废 等等 那么在这些情况下 都应该通过清理科目核散 然后将处置收入 减掉账面价 这个账面价在说一遍 是原值减折就减准备 再减掉税费差额 既有当期死亿 下面具体来讲一下 第一 首先将固定资 账面价值转入到清理 所以借记固定资清理 叫账面价值 借累计折就 那么累计折就是 累计账上提的折就 如果提了准备冲掉 借固定资减值准备 代计固定资 差额挤出账面价值 那么第二 发生清理费用的时候 借固定资清理 账一行存款 第三 取得收入时 取得收入时 我举个简单例子 比如说 我取得收入100万元 增值税是13 你说分路怎么做 你说分路怎么做 那么借一行存款 含税金额113吧 代计固定资清理 不含税金额100吧 代销奖税 就13不出来了 是这个是吧 是的 四 如果有保险资款残料 借其单身款 那么一般只保险资款 残料 借原残料 代计固定资清理 最后 清理损益 第一 固定资清理完成后 形成净收益的 那么一定要注意 借计固定资清理 代计资产处置损益 一定记住是正常出售 或转让的利得 是正常的 正常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 是通货工资清理 这个余额在代房 在建房冲掉 代计资产处置损益 报表中叫收益 科目叫损益 记住这个 那么第二个 固定资清理完成后 是净损失 分两种情况 第一 如果毁损 报废 自然灾害 导致的损失 一定要走音外支出 走音外支出 那么如果正常出售 转让损失 卖亏了 那么借计资产处置损益 代计固定反清理 好 那么我专门要强调 这么一个问题 资产处置损益 它反映起 出售 划分为持有代售的 既有持有代售的 是 注意 是什么 非流动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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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括号 金融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性房子 出外 这出外 那么出外 那么也说 是什么呀 比如说 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等 其他前面有 最典型固定资 无形资产等就可以了 好 那么 金融资产 划分持有代售的 还有长投 那么按照相关准则 规定处理 比如这个 那么还是走投资售 一般走投资售 也可能走 留存售一 长投走投资售 所以 那么投资性房子 还是走收入 其他业务收 节转其他业务成本 这正常处理方法一样 这个出外的 或者什么 或者是处置组 这处置组 后面会讲到处置组 可以包括资产组 里面还可以包括负债 都可以 那么处置的利得和损失 这是一件事 以及 处置没有划分为 持有代售的 没有划分 持有代售的 固定资产 无形资 还也可以包括 在建工程 生产型 生物资产等等 那么 处置利得损失 也走资产 处置损益 所以固定资 无形资 记得了 固定资 无形资 无论划分 无论划分 没划分 持有代售 那么最终结果 都是要走什么科目 资产 处置损益 那么处置组 也是要走 资产 处置损益 但是处置 当中的 非流动资产 当中的 括号 这个出外 括号 你先了解 先不用管它了 你现在记住的 就是两件事 一个固定资 一个无形资 你现在我们讲固定资 你就先记固定资 就可以了 好 所以强调内容 只要是报废 走一卖支出 不是报废 卖亏了卖转了 都走资产 处置损益 好 第三 固定资盘亏 盘亏分两步 批准之间 先通过代处理科目核算 将账面价值 转入到 代处理财产损益 满足 账时相补 那批准后 既有预外支出 就可以了 好 再往下走 快速记归纳归纳 现金存货固定资 盘云盘亏 只有这三个 别说老师 老师你说 长头 长期古城投资 无形资 有盘云盘亏吗 没那说 只有这三个内容 才有盘云盘亏 第一 现金盘云 现金盘云 发现时 账时相辅 借库存现金 代计代处理 这个才不会考你的 考这个东西 批准后 就这个 无法查明云的 列作营养外收入 就这个可以了 那么这是盘云 盘亏 盘亏呢 借记代处理 代计库存现金 达到账时相辅 批准后 那么如果是个人赔款的 走其他人收款 那么企业承担部分 只能走管理费用 个人承担不起了 对吧 只能走管理费用 就现金 存货 存货第一个 是盘云 批准之前 达到账时相辅 借记库存商品原材料 代计代处理 好 那么这是一个 批准后 批准后 充减当期管理费用 充减管理费用 这是盘云 盘亏 借记代处理 财产水 代计库存上面原材料 那批准后 再说一遍 管理不善的 定额内损耗等等 那么走管理费用 再说定额内损耗 不是入库前的 入库前的走存货 入后的 都是入后的 走管理费用 自然灾害的 走一外支出 非正常损失 代计代处理 但是如果管理不善 造成了存货 盘亏还应该考虑 迹象水和转出的问题 这个税法规定 按税法规定处理 就可以了 固定赞盘营 固定赞盘营 一定走的是什么 批准之前 借固定自然 代计以前年度 寸计调整 这一定要注意 那么这是一定要注意 那么这个 一定要走 以前年度 寸计调整 按照重大插测处理 就一笔分路 没有什么 什么代处理了 没有经过代处理 直接走以前年度 寸计调整 盘亏 分两步 那么第一 将账面价值 将账面价值 转到贷处理 财产水中去 那么借累之后 代计固定盘 账面价值 借贷处理 批准后 那么如果保险公司赔偿赔偿的 或个人赔偿的走其他人资款 然后呢 那么如果是属于自然灾害的 那么还是走以外支出 除此之外 一般都走以外支出了 一般都走以外支出了 所以除了这个保险公司 个人赔偿以外的净损失 都走以外支出 代计代处理 知道这个可以了 这个盘盘亏的内容 了解不是重点 不要再花太多时间 大概了解就可以了 好 到了为止 那么涉及到盘益盘亏内容 我们就讲这儿 好 到了为止 我们固定自然这一章 我们讲完了 那么这一章内容 大家要趁热打铁 三个作业 第一个作业 把我们的讲义 或者你看着硬指南 那个归纳内容也可以啊 看着硬指南归纳内容 再过一遍 把预期过程中存的问题 给我解决了 这是第一 第二 干什么 作题 硬是指南 这一章的 这一章的题目 从单样选择 多样选择 计算题 往后这么做就可以了 一道早一道做 那我现在要强调一个问题 作题怎么做 作题怎么做 人家说老师啊 这题啊 这是学到这儿了 作题老师 听都听懂了 作题拿起题 再不会做 正常 绝对正常 我从学生过来 我也知道 不会做 不会做 真的不会做 不会做怎么办 没关系 看答案 绝对没问题 看答案 听我的看答案 看完答案 会做了 会做了 就没问题了 那说明你还是听懂了 啊 只不做题 做的少而已了 做完了以后 然后呢 一定要就 再去自己独立的做一遍 包括今天 还有过几天 再去独立做一遍 因为那答案是我做的 不是你做的 那么第二天 第三天 你再独立完成了 那就没问题了 但是一定要注意 就是不会做 没有关系 正常 很多学生老师 拿起题来不会做 怎么办啊 头疼啊 烦呢 不要烦 真的就听我说的 看答案 提 做多了 自然就会了 所以提 我们一般来讲到 开始初学的时候 还得 我说那话 提海战术 还提海战术 所以多做 有好处的 提做到一定程度以后 那就算于总结 后面来说了 所以我还是那句话 不会做 没关系 看答案 看答案后 要自己去什么 独立完成 这是第一 第二个 大题 如果有可能的话 在电脑上 最好录录 练习练习 这个机考的这个系统 最好这样 另外呢 要杜绝一个现象 就是做题怎么做 我做小题啊 答案 B啊 B没错 对了 C A啊 怎么了 A啊 A吧 这种题别做 你这么做 一点效果没有 一定要独立完成 然后再对答案 还有做大题 做大题的时候 不会做 看答案没问题 还有些人就是 直接看答案做 直接看答案做 一点效果没有 一定要独立完成 独立完成以后 就你会点独立完成 然后再对答案 不会的话 再看答案 这个一定要做一下啊 好 第三个环节干什么 往后去抓紧身去 日系去啊 好了 那我们这张内容 就讲到这儿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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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